大家好 我是溫哥華地產經紀 今天有一個特急事故 不是一個大問題 只不過是一個筍東西 大家要一起看 Vicky Bosa 跟我很幸運 她叫我來做一個超級早的preview 今天來到Surry Central Surry Central 大家都很熟悉 如果大家繼續留意樓 未來的十多年 Surry Central 才是冰家必爭的地 今天來到Bosa 身後 Partway 地盤 這個 offering 已經 jump up 了幾個月 很多人都想知道多少錢 什麼時候發售和什麼時候可以排隊 早點選擇一個漂亮的單位 今天我已經全部可以回答你的答案 大家在聽到的細節之前 如果是未做的我先買一買廣告 如果是新來的朋友 觀眾是未做的話 下面找個手指位 大家可以先按個 Like 點讚 然後開啟紅色的訂閱鈴鐺 開啟上面的鈴鐺 將來有什麼新片 第一時間你就會知道 說起這個Bosa Blue Sky Property 其實是它的品牌 它會有一個Tower 51層高的Tower 就在North East Corner 這個Site 現在分開了第四個Tower 1 2 3 4 4個Tower 我們現在去看那個 Pathway Aspire 就在那個 Corner 一邊 那個 Corner 有51個一層 一個362個單位的 offering 六成都是一個單位 有一個單位加Studio 赤價由三十萬多起 到一房有車位 五十萬多起 到兩房 因為它只有兩房 之後沒有三房 兩房的 去到七十多萬 有車位 那個成交很長 去到2026年 我們其他那些東西 真的很多東西可以說 因為這裡是五分鐘步行圈 去新的Suri Center 那些City Hall Suri Central 將來的University 都會在這裡 這裡簡直是 你不要經常說 我不介紹好東西給你看 是你不買的 我們不如事不宜遲 馬上去找Vicky Danny 很久不見 Danny 很久不見 真的很久不見 美女 今天你叫我來做甚麼 今天有好東西介紹 你才過來 那我是不是在那裡 是呀 過來走 有甚麼好東西 只是看地圖 當然有好東西 現在Suri發展得這麼快 你都知道現在 市場非常火熱 我們Bose at Blue Sky 就有好東西介紹給大家 因為我們即將在這裡 就會有個Master Plan Community 就會到時候 因為Suri這一邊 就是Suri的Heart of Suri 這裡會有很多 Commercial schools 很多東西在這邊 會慢慢發展 很難得有這個機會 有這麼大的發展 想選一個這麼好的地方 以及開始建這些房子 讓現在的人 開始湧入Suri來這邊住 為什麼他會無緣無故湧入Suri這裡 因為Suri尺庫的位置 很多人都開始覺得Suri發展潛力很大 他們想將Suri變成下一個 downtown 這邊時 Suri市政府2013年 已經搬到來City Hall 他們想重新規劃到這邊 如果開車過來Suri 你已經見到這裏有很多發展 高樓了 是的 已經開始慢慢起床 你已經見到這裏無論是商業也好 到時候UBC又說搬過來 SFU 自己又會繼續延伸 到時候COVID之後 又會有很多學生搬來這裏 很多人也會開始來這裏工作 大家都見到這裏真的有很多發展的機會 其實我來之前已經做了功課 這裏SURY的項目為何會這麼厲害 我繼承你剛才說了一個BASIC 繼續去吧 整個SURY的市政府 期待2041年 by the time in 2021 就會是最大的Municipality 最多人口在這裏住 現在他們有三個站 三個站在CBD的計劃之中 Gateway SURY Central 和King George 整個項目 這個範圍差不多是現在的圈圈 就已經是Designate 做一個High Residential High Business Density的發展 是嗎 是 King George那邊已經現成了很多項目 附近就有SURY Memorial Hospital 所以在南邊 就會做一個Medical District 很多專科、牙醫、醫院都會在那邊 中間這裏當然 中間就發展的是CBD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最中間就是SURY Central 整個Mall 裡面會找到甚麼呢 你可以找到很多顏色的 購物 其實SFU就在那個Mall 附近 SURY的Campus 就在那裏 另外它有一個新的Engineering Campus 在這裏 是 聽聞SFU都說 會延伸他們的Medical Faculty 在這裏 每個都延伸 UBC都延伸在這裏 所以這邊有很多學生 會開始來這邊上學 其實學生一到來這邊 畢業做甚麼 就在這裏工作 開始在這裏 在這裏住 最好就是在這裏工作 是的 這個Mall 其實裡面 也有剛才你說了很多食物 有粥粉麵飯 有酒樓 那些做過Sponsor 龍王 然後裡面還有T&T STARBUCKS是甚麼東西都在附近 我最喜歡的Churcher Chicken 都在附近 麥當勞在附近 其實這裏 很方便 現在未發展得完 已經有很多東西在這裏 將來發展的話 就真的非常好 那Walking Disneyland是怎樣的 如果我們在我們這個Master Plan 走去KPU三分鐘 走去我們最近的SURY Central SkyTrain Station 五分鐘就到 如果你說All Year散步 去吃個Lunch 走去Shopping Mall 10分鐘就到 OK 那我聽說BOSA在這裏不是第一個項目 是的 其實很久之前BOSA Blue Sky 就已經看上了SURY這個Market 我們其實呢 之前已經做過一個叫 University District South and North 就是已經想快點 Launch下一個Master Plan 我們今天就會看看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整個叫做甚麼呢 這個整個Community 就叫Parkway 我們這次就是Launch第一個 Phase 叫ASPECT 是的 稍後再跟大家說一下 ASPECT有甚麼好介紹給大家 ASPECT是哪一棟呢 現在我看到這個Partway有四棟 是的 那是哪一棟呢 嗯哼 那ASPECT就會在我們這個 North East Corner 是的 東北面這個Corner 那這裏就是King George 那這裏就是104 那這裏就是North East Corner 是的 那我稍後還有一個大一點的Model 給大家看清楚 ASPECT究竟是甚麼樣子的 OK 那我們不如過去看看吧 是的 跟我過來吧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Parkway Master Plan Community 那這裏就已經看到 這個Model可以看到有四個Towers 那今天我們會特別介紹 就是ASPECT 我們即將Roll Out的這個First Place 那我首先呢 先跟大家說一下這個Master Plan 究竟會是怎樣的 那一共是四個Towers 剛才說到Blue Sky 很多年前已經看中了Suri這個Market 那時候已經開始買地 就好像今天就開始起這些樓 那今天他們都覺得Suri很大的Growth Potential 那他們自己都留了一檔 那這一檔呢 他們就會是Fully Market Rental 那他們就是自己出租的 那他們是自己managed 自己managed 然後出租的 自己managed professionally managed 還有owned and rented by Blue Sky or Bosa OK OK 那這就是我們的First Tower 那這一個Tower呢 它到時就是半商業 半residential OK 那它說會有office 會有少少少零售 那因為呢 這個Tower是ASPECT之後的 那我們暫時還沒有更多的資訊 那看看ASPECT的反應是怎樣 我們之後Roll Out這個Tower OK 然後呢 我們現在站在這個Sale Center 這個位置呢 就是我們的Fourth Tower 那因為是我們Sales Gallery這個位置 就是在這個位置 是啦 那這個會是最後才會Roll Out這個Tower 那其實呢 我站在這個地方 已經可以看到整個site 的construction site的了 那你已經看到有很多activity 個案已經開始慢慢來 我們現在身處就是那個Fourth Tower 那前頭還有一個自己fully managed的Rental 那裡就是那個office 加residential的Mix ASPECT就是那個corner 就是東北的corner 是啦 那一會再跟大家說一下這兩個究竟是什麼 那首先說一下這個大概 它是會是一個commercial pavilion 到時候就會有多一點的餐廳 希望是food and beverage較多 那因為還有community master plan 是否這麼快起源 到時才知道究竟會有什麼餐廳會搬來這一邊 那這個呢 就是向外開放的 OK 那後邊呢 我們還有一個parkway house 稍後還有另外一個model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是會所來的 是的 這個會所來的 這個會所就是到時候 四個Tower一起共用 這個會所的 稍後再給大家看一下 我剛才我看過下那個樓書的會所 是很吸引的 很豐富的 尤其是2nd level才厲害 我們稍後去那個model才說 是的 那重點要快點和大家說一下主角 就是我們ASPECT ASPECT就一共51層樓的 那這個又不是Fully Residential的 Bosa Blue Sky Again 都是保持著一點點給自己 咦咦咦咦咦 你等我 我讀了書我想 我想教一下功課 好啊 你講一下 你先講一下 51層樓 那就由底下去到18樓 就是一個又是Bosa Fully Managed 的一個market rental 那之後呢 由19到最上那裏呢 除了那個最頂艇那層 那層因為又是回所 是的 那就是會有362個單位 那當中呢 我看過那些Foreplay 就應該是六成都是一房的單位 是的 是的 那兩房間 然後是Corners 是的 那我合不合呢 合不合 那我拿多少分呢 比例98分 其實18至50樓呢 就是我們開始會 Sell那些owner Occupy 不是19至50 18至50 不過大部份都是對的 那我再補充多一點點 那有些人可能會擔心 那一層樓又有些market rental 出租的 有些owner Occupy 會不會不安全啊 其實不會的 因為呢 我們分開entrance出入口 電梯都是分開的 還有一些娛樂設施會所 都是分開的 那我們知道owners呢 他們呢 就是享受51樓 他們這個自己的會所 其他market tenant 就不會有機會去享受的 OK 我們稍後那個model 都會看到51樓的facility 51樓的沒有model 給大家看 那我們不如說一下 現在它上面有什麼 對呀 過來這邊 我們帶你看一下 我們這裡有些相片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這裡呢 這裡呢 對了 這裡呢 跟大家說一下 有些什麼設施 嗯 這個你講 OK 這樣上去呢 一定就會有室內和室外的空間 是嗎 那麼它有一個 Social Lounge 有一個Kitchen 然後呢 外面呢 就有一個fire pit BBQ area 還有一個outdoor 就是一個sitting area 這樣還有好像四個的一個theater 可以自己訂一個房子來 打機也好 看電影也好 是的 就是media room 就是這裡 就是好像一個小的cinema 是的 那麼現在很多人呢 經常都在家裡 那麼我們的設計呢 就希望你不要只是在場裡邊 那你如果想出去的話 我們樓上面呢 又有設施會所給你用 那樓下呢 稍後就跟大家說一下 那個amenity parkway House 究竟還有些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很流行都是 work and play 是的 稍後一play 那麼work在哪裡呢 是的 稍後再說一下 嗯 那過來這一邊呢 再跟大家說一下 剛才呢 稍後說了一點點的 Pathelion 還有那個 會所的那個位置 是的 那這一邊呢 其實就比較open一點 那麼就因為都是downtown 因為我們這個master plan 那麼希望呢 附近在這個downtown 但是street level 是的 那麼希望大家在downtown工作的也好 學生也好 都可以來到這裡 那麼最好呢 就是你住在這裡 一落樓梯就已經可以 有東西吃的了 那麼可以shopping 那麼暫時還不知道會有些什麼 在裡面 但是呢 到時候起完之後呢 一定會 那個lifestyle很豐富 那麼這裡說完之後呢 最重要呢 都是說一下我們這個parkway house 有些什麼設施 很特別呀 這個會所 是的 在較ground level那裏 是的 都還要是很帥氣 還有裡面的會所設施 很豐富的 是的 是的 那麼Danny 你就知道裡面有些什麼呢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哦 有個full size basketball court 是的 那麼一個下面整個level呢 很帥氣的 是的 一個basketball court 那麼上面呢就有一個full size gym 那麼gym裡面呢 它有一個草地給你可以推 不知那些叫做連推的 是的 還有一個yoga 那麼一個freestyle yoga studio在上面 那麼是很漂亮的一個pitch roof的設計 嗯 所以它那個空間感會很夠 而且不會局促的 是的 那麼你繼續吧 繼續這個講 那麼還有一個wellness circuit 到時候會有sona steam room 還有cold plunge 那麼其實應有盡有 一落樓梯 一落樓 那麼又有得息 又有得shopping 那麼這邊呢 又可以去做你需要做的事 不一定要屈在家裡的 除了你51 又有你的會所落樓 又有一個amenity building 可以讓你享用 那麼idea呢 就希望aspect起的時候 這個也同時起 那麼就希望你搬進去的時候 這個也希望可以get ready 那麼你可以同時享用兩個娛樂設施 那好像還有一件特別的 那個concierge system 是好像是有一個24小時的concierge 它呢會是一些concierge 就是security services 那麼如果concierge 它是收工的時候呢 那security就會come on site 這樣非常非常之安全的 OK 那它幫你receive my parcel 整個所有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非常之好的 是的 那麼現在的人都很喜歡 order Amazon 上網買東西 但是你又不是家裡 那concierge幫你接收package 那麼它就會放在一個locker裡面 那麼你回到家裡呢 你就concierge發個passcode給你 你自己按 就自己可以拿這個package回家了 非常方便 是的 那麼這裡說完之後呢 最開心的就是看Display Home 我都最喜歡看的了 那麼跟我過來這邊 和大家看看Display Home OK 那麼這個是一個兩房兩個bath的 是的 是多少呎 這個是756呎 是的 那麼這個是我們最大的2Bathroom Home 那麼一進來 門口就有一個entrance closet 可以放你的衣服 啊 鞋子等等 那麼這個呢 那麼每間房子其實都是individualized AC 那麼上年大家都知道了 很熱啊 夏天 那麼現在哪有房間可以沒有冷氣 還有有時有關火的 是的 那些air都很足夠 那麼所以其實我們這個AC 它也會有一個 Energy Recovery Ventilation System 那麼它就會 會有一個MIRV18的filter 可以filter 所有外面的空氣的 那些dust 還有一些花粉 那樣的 那麼確保你供進去你家裡的空氣 全部都是新鮮的 OK 那麼這個filter是usual可以自己replace的 是的 是的 這樣就 Well Ensure 你的well being 和comfort in the home OK 這一邊呢 就是我們放Washer and Dryer的地方 可以打開 任何東西在裏面 有的 當然有 那麼我們會有24inch 的Blomberg Washer and Dryer 在你房間的後邊 OK 這個就是圓關位 for這個單位 之後這個是因為兩房 所以我看到兩房的設計也挺漂亮 是啊 我們過去看看 是啊 跟大家看看 先看看 那首先我 這個就是那個Master Backroom 是的 不要進房間住了 是的 Master Backroom 接著那個就是另一個Badroom 接著那就是Living Space 在一旁邊 是的 因為我明白兩房是在建築的 一旁邊 所以這個是一個 Corner Unit 是的 一旁邊再跟大家說一下 一個Full Bath 然後一個Badroom 我們先看了一個Badroom 好的 我們要戴美的東西 遲些才會 這裡看我們 第二層 這個Badroom 因為傳統來說 衣櫃會在我現在站開的地方 那就是因為你現在的空間 我們都是想盡量可以用到它的Max 那我們這次就沒有用傳統衣櫃 我們就用一些European Built-in Closet 那就是兩邊的 那男生一個closet 女生一個closet 那可能女生都takeover了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你這樣說的話肯定沒有人找你的 哈哈哈哈 OK 這樣這個設計其實是好的 因為說真的一句 這個整個價位整個package for這個project 都是一個很competitive 真的好 這個價錢 Bosa來講真是 哇 unbeatable 所以它是有些東西 它是 因為它地方是小 但是給了你這麼多東西 那它就要用這些system 來巧妙地 放一些空間給你 是的 將這些空間 因為如果你放了一個closet 在這裡 你怎麼擺東西 是的 加上如果放了closet 你的床 你的床也不會放在中間 所以現在這個等於有一個大closet 是的 放在一起 是的 你現在床頭櫃都不用買了 跟你裝好了 是啊 是挺好的 真的真的好 是啊 但是不好就是找它 因為它會拿走我的closet space 那我們過去看看那個bathroom OK 好 那一個就是gas bathroom 也可以在第二間房間的人用的 會有一個soaking bathtub 可以在這裡浸一下 肉也OK 那我們那些鏡子呢 是呀 全部都可以裝東西的 可以的 是啊 那最好呢 這三個都可以的 是啊 全部都可以裝東西 所以Bhosa Blue Sky 就很喜歡將這些空間 很巧妙地想辦法 如何可以裝多些東西 是啊 如果你打開那個sink 你看到 很大的 是啊 很多partition在這裡 是啊 還有一件好 就是它有個櫃底燈 還有這個是LED發窗燈 是的 最好你打開的時候 它裡面也會光的 這樣 其實你 是你才知道的 我真的不知道 是的 打開又關關了它又是光的 非常之好用 是啊 真的可以 最好就是這個sha bathtub 是兩個頭 可以上邊噴 可以自己拿 一個shaur head 可以摸住的 一個就是一個 好像rain shower 是啊 兩邊看你自己想怎樣用 這個就是平時有些人 cheap out的地方 它真的只是給 一是一個 一是一個 一是一個fix了 一是就拿著那個 是啊 這個可以的 有一個shaur head 就種了兩隻 兩隻不同顏色 也是一樣的 Wall to floor 都是tile up 是的 上到去 落到這裡 這裡給一些灰板 讓你可以買一些 Morganga 是的 再加上你掛一幅畫 不需要弄壞那些頭 我們再看看 Master Bedroom 是的 主角 肯定要過來看看 我們的Master Bedroom 這個Master Bedroom Primary Bedroom 有少少巧妙 其實這個floor plan 本身 我站的這個位置 它是一個衣櫃 因為Primary Bedroom 它的空間 但是本身這裡是 傳統的 Line的衣櫃 其實我們這裡看到 是一個upgrade option 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真的要看看 我們過來這裡看 是的 如果你選擇這個upgrade option 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好像Working Station 這個又可以打開裝飾 如果你有多些衣服 你又可以放在這裡 我還有 跟著這裡還有呢 是的 別人說 如果我選了這個upgrade option 你拿走了我的衣櫃 那我哪裡掛衣 這個upgrade option 就包括了我們將這邊 變成一個剛才那種Style 的European Built-in Closet 一邊一角 你可以將衣服放在這邊 如果不是的話 沒有了這個upgrade 這些沒有 但是這個是一個 衣櫃 看你自己想要 我喜歡這個 你喜歡這個 是不是 我可以在這裡 我可能想work from home 我就在這裡 這個空間就是 我喜歡這個 你喜歡這個 我的單位 你請給我寫這個 這個 免費upgrade 免費upgrade 我們背後才說這些 我們看看洗手間 是的 我們過來這邊看看洗手間 剛才我們看到 那個bathroom 就是有一個bath tub primary bedroom 就會有個shower 那你就一間房 2 bedroom 2 bath 一樣一個 你喜歡浸浴缸就OK 你來shower就來primary bedroom 我多數都是primary 那個是shower 是的 因為我好像聽過別人說 因為primary那個 primary就是主人房 但外面那個 就是人家拖完地 拖完水 就倒進去的 是的 好像是這樣說的 是的 但是多數都這樣說 多數primary 這樣是方便的 嗯嗯嗯嗯 但也有三個 是的 不是兩個 兩個 因為沒有在塌 是的 這樣是很方便的 而且我真的喜歡 這些櫃底燈 很光猛 你關了這大燈 這些可以繼續開 有一點像酒店那種感覺 你現在酒店很輕意 這樣的Style 是的 是的 我們出去看看那個廚房 是的 那跟大家過來看看這一邊 這個就是open kitchen concept 我們又很窮地利用所有的空間 我已經知道你正在看這張桌子 為甚麼會這樣的設計 我其實是想認聰明而已 那你先說一下 我知道這個桌子是有名堂的 它是一個叫에서 separations 個extendable table 有些selected plant 它就會包住 中間增加 可以這樣鋪出來 省位之餘 顏色对称都是一模一样 变成了整个确实 非常漂亮 还有什么东西 最好呢 你讲了大部分 其实这个设计很可爱 两边岸岸都可以装东西 这边也可以装东西 那边也可以装东西 这边都有酒柜之类的东西 是的 这边也可以装东西 那边也可以装东西 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角度 我就说 这个桌桌 它开关 这里有个叶在 它装上去 然后这个就装上去 这个就成为一个岸岸 这里空间禁就很够了 嗯哼 但其实说空间禁 我想先讲了kitchen 好 过去kitchen那里 是的 那我 你走过去吧 不是跳不到过去的 OK 我们在ASBAC 我们所有的appliance 都是Bosch的appliance 这个2Bat 2Bath 我们的冰箱是30英尺 30吋 是的 Integrated 非常之漂亮的 可以装很多东西 是 很深的 OK 我们是Integrated Dishwasher 在这边 看不到的 如果你不打开的话 是的 Integrated 我听说你们这次用的 是Cellstone 是 是 Sellstone的石面 它这个石面 和这个是差不多一样的 材料 做一个seamless backslash 是的 我们的设计都非常巧妙 这边有一个 Chef's Nook 你可以放自己喜欢的 Recipe Book 放一些你喜欢 收藏的杯 也好 我们下边有个 特意做一个 这样的board 是给你挂你喜欢的布 或者是你的utensils 这个设计好给你的 这个我以为是设计 如果是跟的 是跟的 连你的hooks都会跟给你的 OK 因为真的有时候 人们不想转到这里 他又做得滑滑滑滑滑 对 不想粘质的东西 跟你做好 OK 这样的櫃仔灯 是一条LED 一路 是的 非常之光猛 是的 我怕有很多充滑空 如何看到发展商 它的Display Home 是有注重细节 其实打开櫃 你见到它里外的色 都一模一样 在这些就是奇妙的 有些是白色 是的 这个是里外的 都是一样的 Bose or Blue Sky 就很focus 在这些细节上 肯定是soft close 是的 肯定 这个楼头 就是用一个24寸楼头 一个焗爐在下面 一个Integrate 的7号电机 非常之漂亮 好似很大声 应该都吸收到 是的 中国人 下周人煮菜 可能味道比较大 最棒的 这个2Bath 2Bath 有些什么就是厨房 有个门 如果你煮菜的时候 大味 你可以开门 你就可以出到 Balcony Space 那里 我现在做了做问题而同 这样 这里有一道门 那里有一道门 是的 这个Living Room 其实是有三个access point 可以出到你的阳台 不是吧 很难 很少会见到这样的设计 我们呢 因为刚才说到2Bath 2Bath 是一个corner的unit 那cornerunit 有什么好处呢 不但两边也会有光进来 最好是我们有一个Wrap around L型的阳台 我们可以出去再看看 那就是我们的Living Room 两边都会有道门出去 不但我们厨房 这里也有一个门 可以走出去 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夏天的时候 叫朋友过来 你可以煮食物 又可以走出去做Balry Chill 不如我们真的出去看看 是的 那边呢 那边呢 它是用这个扶手玻璃 可以让你看到景观 是的 是的 出来这边 我如果 这个差不多是航拍的景 是的 是的 那这样看下去 如果是向着西北的方向 就看Burnaby 嗯 那这个呢 就是因为 这个是一个50楼的景观 大概会看到 附近有什么在 是的 很多公园 是的 它最好在SERGIT 就是你其实看哪里 都会山景很多 都多 不一定是看北面 有山景 SERGIT附近 就是Burley Mountain 跟着 North Shore Mountain 也都有Facial River 就是有 有 City 有山有水 有City 是的 因为我一次做过 那个节目 就是他那个 很 老前辈来的 他说 如果你整个 画面看着 是正宗的海 晚上 你就会看到 黑默默的一片 是的 如果你 看着有些City 有些水的景观 你起码很丰富 你整个日子都会看到 有些不同的景观 是的 我们过来这边看 接着进去的景观 是的 其实羊肚非常之大 如果你打开手 其实你会看到 是超过5ft in depth 可以安装到 BBQ一边 又可以安装到 一个Chair 和一个Patiote OK 我们现在从这里出来 然后在这里进去 好 即是这里 然后又进去 这个是烫门 是的 是烫门 是一个Floor to Ceiling的烫门 再加上 刚才有提到细节 Blue Sky Bosa 你可以平时走出来 是很高的 如果是其他发展上 可能是起的 但Bosa Blue Sky 注重细节 即是差不多 step out是flash 是的 flash这样 seamless 你每天都不用跨 是的 即是你提到 有一级才能够到处 是的 这个就差不多 平的了 挺好 我们进去 好的 这个Living Space 在这里 所以刚才说 这张桌子的作用 就是威力 就是一抬起它 就闊落很多 是的 是的 这个是一个 typical的模式 楼底是挺高的 樓底是8ft 6ft 8-6ft 是平均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 好像这么高的 这么高的 就是因为它所有的 floor to ceiling的 windows 和那些 doors 真的floor to ceiling 它没有说下面还有一个 新屋 是的 不会觉得住在房子 好像很屈欠 因为有很多窗 你可以走出去 塗上750多尺 两房 衣柜都足够了 因为是实势的 但是因为价位非常吸引 但是你现在看下去 和那些八百尺 没有什么分别 是的 因为所有空间都利用到非常之高 进用 这个是第二个露台 是的 所以刚才你说 一二三三个access 三个门 是的 这个露台就是由这里 到那个bedroom前头 是的 非常之长的一个露台 那我们不如 看看主人房 我看了 是的 那我们出去说一些细节 好吗 好 好 哇 很快地看完 Thank you Vicky 你真是 这个是很棒的东西 PARTWAY By BOSA 那我们讲讲 那些细节资料 好吗 是的 那我先讲那些赤隔 嗯 这样一个studio 最小的studio 400尺以内 30万起 接着一个一房的 一房一 bath 就是50万起 就包了 parking studio 没有了 接着一房两房 两房就是700多尺 左右 70万起 那那个payment terms是怎样的呢 那payment terms就是 就是签合约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1万元的deposit 那我们7天的recession period 就是up to 5% 那我们三个月之后 90 days of the contract date 就是another 5% 那我们开始file amendment的时候 第一个amendment 差不多6至9个月之后 就是another 5% 那最后的5%就是amendment 之后的12个月 那一共就是20%的deposit ok 那看到什么时候 看到 即是completion 因为你给完20%之后 到completion才给钱 嗯嗯 那交楼的时候呢 就是2026年了 差不多是summer的时候 哦 好长喔 那都有很多机会 就是会升职的机会 是啦 那其实呢 4、5年之后 所以其实慢慢已经起得很快 那我自己都相信 所以4、5年之后呢 他开始会成型 那如果你的投资也好 2026年搬到这边 其实所有的设施都已经很成熟 那如果投资的话 到那个时候呢 所以已经很多人在这边工作 读书 还有在这里就业 那刚才我们好像说了 那么多会所设施 那些人会怕管理费很贵 那财实呢 那财实呢 财实stratafee 大概是60至63 cents per square foot ok 那么大的会所 又有空中 又是地下 那是非常吸引的 这个价钱 那就是一个差不多 差不多4天的concierge 是啊 对 那让我买一买广告 我的频道也是要这样的 最后来 在下面那里 大家如果新来的观众 没做的话 很快点做了 下面呢 就找那个手指位 按了点赞 like 然后开了那个 红色subscribe的button 订阅 然后开了个钟仔 那将会有什么新盘 那如果Wiki找我 拍什么好盘的话 那大家一起去看房子 ok 那今天真是多谢你 请我来这里 那这个项目呢 我就知道了 一开门应该很快很快 是的 那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 那和Wiki 或者和我联络 那大家都可以放到你了 那今天我们在这里 先讲到这么多了 好的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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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